其實我是單親家庭長大的 然後蠻早以前就是我爸爸跟媽媽就已經分開了 那坦白說我爸媽的關係非常非常不好 就是非常不好的那種 就是見面就是會罵會吵會鬧 所以我盡量就是隔開他們 就是不讓他們見面 那他們其實對我的愛都有一點奇特 像我跟我爸就比較是威權派就是以前傳統的 到了高中大學之後 我們才開始比較有講話 才開始發現其實我們喜歡的這個運動 變成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我爸是一個在 其實在台灣田徑的這個基層來說 蠻出雷把槌的教練 就是我成為他的驕傲 因為後來自己喜歡自己的運動方面 其實都受到影響蠻多的 因為我們他知道自己的兒子 就是我們家的環境不是說才藝那麼好的 在同才之中你們點頭是認同 對認同 他就說那你就要比別人再努力一點點 因為我爸算是蠻支持我的 我人生中比較重要的幾個十字入口 都是我爸幫我 比如說在外面打架或什麼 就是幫我拉到另外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所以我爸在已經進棒棒堂之後 他最後大概應該是快要離開的時候 他是有跟我妹妹交代說 不能做那三件事情啊 不能做危險動作 不要欺騙不要對長輩無理 因為我看著我爸這樣 他也常常犯這些錯 但是這可能是他心 根深蒂固想要傳承下去 我覺得這三個事情是 是我有放在心上 我跟我爸的感情其實算是緊密的 但因為我爸比較早就離開了嘛 其實心裡沒有真正有去計算他能不能夠 活就是活下來 或是說有沒有辦法 真的做好說他會離開的準備 所以其實那時候都是存在的希望 所以會有一點點覺得可惜說 如果推回去那個時間的話 那更應該創造更多的回憶 雖然說那時候我工作很忙 但也許把他介紹在台北住 可以多解密一點點 多吃更多的飯 我覺得那是我比較 覺得沒有做好的 但我那時候已經盡我的能力 陪伴他最後一段 後來就想說好像只剩媽媽 所以 然後我的阿公阿嬤什麼叔叔伯伯 大部分也都走了 不然我以前是對媽媽 其實蠻不客氣的 因為他真的是有點瘋癲 不像傳統的媽媽的 對然後思考邏輯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會有一點點 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我媽的價值觀很特別 舉例來說好了 他竟然問我說要不要去參加一個 阿嬤的表姐的喪禮 然後我說為什麼我們要去 因為我根本不認識這個長輩 然後我說為什麼 沒有啦 因為其他的就是家人們都會去啊 然後我想介紹 其實知道這是我的兒子給帶人是 外婆的表姐耶 你知道多遠了嗎 差不多我跟廖天丁是一樣有親戚的關係了 而且張椅上介紹給大家 這句就好 就是就很誇張啊 對我媽就是會有這種突如其來 我媽會很喜歡出現在我的 在我的工作裡面 不管有沒有上鏡頭 有沒有上鏡頭 她就想跟其他的藝人明星們拍照 小時候就會覺得有點丟臉啊 怎麼樣是兒子比較不紅嗎 還是 也是 畢竟他都跟非常大咖的明星拍照 其實後來就覺得說 沒事就拍 剛剛就讓他去拍 開心就好啦 因為大部分 藝人朋友們大家都很樂意 也很開心 漸漸的覺得說去接受 接納 他這個白目病吧 尤其是像我們不是跟 跟父母親相處的人啊 那你一年 接母親的這個時間 你把它算下來 如果用一百次倒數 就像我媽已經也都六十幾歲了 那一年 比如說接個四次 那假如說他二十年的話 那可能就是 就是白 接一百次 那就會漸漸就是說 好像也沒有那麼需要在乎他怎麼樣 而且 我已經 進入到就是 對媽媽 或是長輩已經是 一直進入就是 他不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因為他沒有辦法改變 他的習慣 他的作息 他的思考邏輯 這樣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所以改變盡量改變自己 對 我也是用這種方式 但效果就不一定了 有時候還是會爆掉 但其實在我進幫幫忙前一年 還沒開始工作的時候 他就是得了這個入癌 然後一起 等於那時候他 都沒有辦法教什麼游泳的學生 然後 我妹妹那時候也蠻叛逆的 所以沒什麼很照顧他 那時候就是我 等於早上幫他教游泳 然後中午就去 去陪他 晚上就陪他 這樣就一直來來回回這樣 當然也因為像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特別都會對他 容忍度越來越寬 因為後來我們變得像朋友一樣 他馬上就要退休了 我希望說可以創造更多的回憶的話 我應該會時間允許一下 我會帶著他拍YouTube的頻道吧 賺不賺錢不重要 重要就是說 讓他可以免錢的吃跟喝吧 他會開心 你就是讓他開心 我不是屬於 天生下來的就是很孝順 家裡的人 包含我是 阿公阿嬤也帶大的 我對於阿公以前也是沒有那麼好 但是 在我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 就離開人生 就才發現 哇 這個世界 好像 是會消失的 所以我覺得 孝輕 或是孝順這件事情 是透過教育 以及透過你生命中 每一個經歷去 去漸漸去發展去思考的 因為你不知道生命的 下一刻是在什麼地方 像以前我們 談戀愛的時候 寫些卡片啊 留言一些字條 所以我覺得可以創造更多的字條 字條 或者說 回憶給小孩子 就算說這個生命的 終止的那一刻 我相信那個精神跟愛 就是會一直傳下去的 那你直接會寫跟老婆嗎 我 我寫 我寫給我老婆比較多 哈囉 我是廖威廉 第三屆旺旺孝親獎開始囉 孝順不是只有陪伴 還要想想 父母親真正需要什麼 歡迎大家透過詞曲創作 以及短影片來表達 你對父母的愛喔 最愛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